首个神话人物转盘今天正式上线国服 那时装表现到底如何呢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只要装备了人物就会拥有独特的独特房间背景以及出场童话 角色本身自带一个多人模式下引人大招以及战场之中聚合的皮肤比传说角色多了一个 手表方面也加了内容除了以往的杀敌术还可以改成队友存活术 全队击杀术以及多人模式下的个人得分 人物语音方面呢新增了一系列的特殊语音而且只有特定情况下才会出发 谁说快干不能来自工作 那如果还想更炫酷一点 得加钱 此次的升级被分为了三大块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调色系统有点类似CF以前的那种漫画 一共呢是可以升级三次解锁不同的色版最终搭配出自己满意又有特定的优魂 剩下两个分支里面的B甲科技使用于第一人称 一级呢会解锁一个新的全级手表特效 二级则是新增一个第一人称的手臂动作 以及多一个换弹式的手腕特效 三级则是整个手臂变子特效整体加强 最后一个战斗科技啊主要适用于使命战场 一是杀敌箱升级了不仅会插级还会留下你的ID 二是解锁一个专属的跳伞动作 三呢就是解锁新的隐身以及聚合的皮肤 就是跳伞前他拿的那把刀 那三个分支九个内容只要任意解锁七个 就能通过再生一击来解锁皮肤的最终形态以及MOVP的专属动作 那说完角色顺带着咱们看一下M16的新传说 那好巧不巧啊 这全自动配件刚被削 所以咱们这回就光欣赏皮肤吧 那也不知道这一波下来大家的课金欲望如何 角色方面有倾向于升级哪一个分支呢 弹幕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